首先,歡迎各位Youtube朋友繼續收看我的影片頻道 我希望接下來的影片拍得不錯 但有些網友很有趣,他們要求我出鏡 但因為礙於工作關係,所以不太方便 我希望聲音都可以滿足大家對知識的渴求 今次會用一個題目,叫做開場白 因為很多香港人對於讀英文生字,很多時都會讀錯 尤其是重音的問題,很多時都是擺錯位 尤其是三個音節的英文字,甚至四個字五個字 很多時都會讀錯了 所以今次會和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以及舉例子 Worstress方面,有哪幾方面會有不同的音質呢? 其實一個重音是有四方面不同的 第一,就是聲音的大小,就是Loudness的問題 如果在一個重音方面,即是一個字裏 如果是重音的話,它會大聲一點 第二,就是長度,Length這一點 即是長度,會拉長一點 第三,就是Pitch Pitch,Pitch就是高音或低音 通常一個重音就會比較高音 另外,Sound Quality 第四方面,就是音質方面 那怎樣不同呢? 很多時音質通常會發生在一個Val 即是原音,即是R,E,E,O,O那些音 如果它是輕聲的音,即不是重音的時候 那很多時就會變成一個Swa的Sound 那會是怎樣呢? 就是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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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那些音 那很多時都會的 那我舉了四個例子 那就是這四個字 那未示範正式的讀音之前 那我就想試一下用港式的讀法去讀 那很多時那些人就會讀 Triangle,Rectangle,Newspaper,Hamburger 很多時香港人就會這樣讀 那但正確讀法,如果你提起音標 如果有些同學或朋友 即是你學過IPA 即是International Fanatic Association 或者Alphabet的話 那你應該會看 那它其實那個Stress應該是這樣 那這四個字怎麼讀呢? 第一個 Triangle,Triangle 第二個字 Rectangle,Rectangle Newspaper,Newspaper Hamburger,Hamburger 這兩個字怎麼讀呢? 那很多香港人就會讀 Comfort 那很多時就是把FORT 讀FORT 那個音 那如果你看回IPA的音標 就不是這樣讀 那應該就是讀 Comfort Comfort 那第二個字呢 更加香港 即更加多香港人讀錯 那他們會怎麼讀呢? 就是讀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或者是Comfortable 比較嚴重一點 那正確應該是怎樣呢? 聽著吧 Comfo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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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FORT 那個音 是好像隱藏了 是吃了下去 好像變成三個音字 你不會聽到是四個音字 是三個音字 聽多一次吧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那很多香港人怎麼讀呢? 就是Strawberry Strawberry 香港讀法 OK 那但是呢 正確來說 如果你看回英國的音標 就是有一個英式的讀法 那還有IPA的拼音呢 是這樣的 Strawberry Strawberry 這個重音呢 是下了去 Straw-A-W 那個音節 那裏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syllable 那所以呢 是Strawberry Strawberry 就不是Strawberry 或者是Straw... 不知道怎麼讀 不懂了 那另外還有幾個字 另外三個字呢 就是Rasberry Rasberry 藍梅呢 Blueberry Blueberry 另外還有一隻 就是最新出的 應該 英國最新... 有一個新聞呢 就說 配種 即是菠蘿加這個草莓 這個草莓 就變成菠蘿加草莓的混合體 那麼 食物呢 可以混合體 但是呢 其實字呢 都可以混合體 很有趣的 那他就用了Pineapple 這個字呢 就加入Strawberry 這個字 那就變成Pineberry Pineberry 好了 最後一個字了 這個字呢 很多時候 香港人的讀音 會讀成怎樣呢 就是Extraordinary 那你數一數手指呢 就有六個音 但是實際上呢 你看看IPA那個拼音 就不是的 它讀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 這個重音呢 是落了在T-R-A-O-R-D 這個那麼複雜的一個位置裡面 那其實它是讀了五個音節而已 就不是六個音節的 就是不是將Extra 一個音節 就是Extra一個字 然後Ordinary 又另一個字 這樣分開讀 就不是的 我是將它合而為一 是讀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奉勸各位的朋友 那 就是讀音的時候呢 那就是一定要提回清楚 IPA那個拼音 是怎樣讀的 那另外呢 也鼓勵香港的朋友 那就是如果想英文 真的發音發得好 那當然 我自己其實都是花了很多的氣力 和很多年去真的修讀英文 唯一一個註科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讀英文註科的 那都 鼓勵大家 就是學回IPA 那其實真的會有用的 那還有都是啦 就是 最後一句都是聽多些英文的台 那譬如說BBC 或者RTHK Radio 3 那是會有幫助的 那我想第一課就是這樣 那希望大家 回家練習一下 那或者我下次呢 就會跟大家分享另一個的 Video 或者是另一個 就是發音方面的問題 那好了 就這樣 拜拜 好